剛開始我賣小籠包 這些老人他們不知道叫什麼叫小籠包 還說這麼小 那裡邊為什麼還有水 裡邊沒有雞蛋 像那種廣東大包那種放雞蛋 小販做小籠包的很少 我是在中國拉麵小籠包的小攤位老闆 在牛車水開了已經有12年了 主要賣小籠包 鍋貼、紅油炒手、麵 我早晨起來大概是七點到這點 然後就開始打麵 就準備這些麵的料啊 然後就開始包小籠包 最主要要保持新鮮就是現做現賣 因為我手工一定是手工的 我們一天可以賣1000粒左右 剛開始做的時間我5點半都要起了 然後到晚上回家到12點很辛苦 可能就是睡法大了然後趕不動了 然後就從這個機器代替 人工呢就是有可能你趕得沒這麼均勻 所見的就大概兩年過後 我老婆來了就慢慢地搞一點 這是我得利的助手 這是我的最好的助手 最好的助手 我把醬汁淋在醬汁 然後我把整個東西放在我口 我只是在一旁 然後我會喝醬汁 所以我把蘑菇 把蘑菇 和蘑菇 把蘑菇 放進去 然後把蘑菇 放進去 我來的時間是一個酒樓來做工 年輕吧 年輕感覺就好像說 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學點東西吧 我剛來新加坡的時間是 在調整我的味道 因為我們在中國所在東西 在新加坡不斷地改進新加坡的口味 最辛苦就是剛開張 我就是用了很多的心思 然後就想到做得最好 讓這些人能幫忙 老家安徽的話就是偏鹹 然後就是比較油膩 但是在新加坡就不可以油膩 不可以偏鹹 我現在回到中國 尤其是冬天回家的時候 火鍋呀炒菜呀都很油膩 會有點不習慣 香港油雞麵拿一個心頭 我感覺是有點羨慕 如果有一天就拿一心該多好 可能五十歲了有點老了 也就不想那麼多的夢想 然後就好像沒這個拼力了 既然沒有拿著什麼心啊什麼 我們這種普遇通通的 也感覺說就很好 還好多客人都說 你們的紅油槽 這個小龍包很好吃 我們不去頂太空了 我們要吃加坡麵飯 就來這小飯就好 這個小小的成就感 也許是我當時用了很多心思 換來我一種心 感覺了一種心味 有一個快吃的 真正的面子 是你的人 クエスト 可以吃嗎 有一個有什麼 有什麼都放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